資料庫 首先的話你們可以參考一下新增到資料庫的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 那這一段的話其實你可以把這一段把它Ctrl 到哪裡 到這個方法1 這個是方法2啦 方法2的上面這一段 把這一段Ctrl C好了 然後呢你就直接可以貼到哪裡了 貼到這個下方好了 OK 那我大概 原則上我會改幾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建資料庫的部分 第一個一定要資料庫的名稱 這個是car啦 因為是汽車 所以我改一下 住宅的話我就要 改一個名稱好了 不要一樣 改這個leaf 然後呢 他會建一個資料庫的名稱 叫做leaf.db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的 資料表 所以底下的話是 資料表名稱 我們把它改一下 叫leaf.01好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叫leaf.01 這個名稱可以改的關係 那這一行的話是如果 有這個資料表的話 先幫我刪掉 因為假設你不斷執行 會有新的資料 所以會把舊的先刪掉 然後呢 再增加新的 所以create table 那table裡面的話 總共有 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當然你也可以取名稱 不過有時候我比較偷懶 我在 學習那個ecell ecell 欄位名稱 其實他 很懶人 為什麼 第一欄就叫A欄 第二欄叫B欄 總共五欄就叫到E欄 那 我們知道哪一欄就好了 至於你要不要改個名稱 沒關係 你也可以改個名稱 比如說第一欄叫編號 有點麻煩 他打那麼多字 所以我有時候比較偷懶 我覺得ecell為什麼大家喜歡用 因為真的很懶 OK 所以 一樣 以後是不是可以想一個方法 寫程式可不可以懶一點 好像 也沒辦法 OK 再來 切割資料的話 這一段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我們剛剛寫的上面這一段 切割的部分是在這邊 切割 然後一直到 在print list 2 這裡 把它Ctrl C 貼到這裡來 其實就一樣啦 切割 然後 最主要是要產生這個 list 這個list 2 然後底下 其實才是寫資料庫 寫資料庫基本上會用到一個語法 Insert in 2 Insert in 2到哪裡 哪個table 哪個資料表 我剛剛有個名稱叫lif 也就是說 幫我寫到上面這個 所以他因為 A B C D E 有五個欄位 那我Insert in 2 剛好也要五個欄位 所以 Values後面的話呢 一樣帶五個欄位資料給他 那Format後面的話 一樣是什麼 0 1 2 3 4 所以其實跟剛剛存檔有點像 那只是說存檔 前面是 這個豆點 分隔 那這裡的話是什麼 把它放到資料庫的欄位而已 所以大概差別在這裡 那我們這樣的話呢就可以 底下這一行就execute execute的話就是真的寫進去 所以他就一直跑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記得一樣要避開 第一筆資料 欄位名稱 不要寫進去 然後呢 最後一筆 因為是空白 也要把它避開 那這樣的話呢 全部寫完之後 commit就確定寫進去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close 最後顯示寫入成功 那表示說你這個寫的動作 那就完成了 OK 那這個是一個範本啦 所以你們回去的話 其實可以試試看別的 如果別的也OK 那表示你資料庫應該沒問題了 細節部分 如果講還不太懂 請你 照我剛剛講的方法 自己再看一下 花一點時間 那我最後 最後OK之後的話呢 來看一下 有沒有寫入成功 那我們就執行他 如果你可以看到寫入成功 那恭喜你 表示呢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的 有沒有寫入成功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寫入成功呢 你可以看喔 在你的 這個 剛剛的那個什麼呢 我建的這個python2021 裡面就會多一個檔案 叫做 vav.db 所以呢 vav.db資料庫 他實際上呢 就是一個檔案 那檔案的話你想說那可不可以打開 其實如果你現在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他會是什麼 找不到 要開啟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SQLite 他不像 SS 他是有一個 可以直接執行的程式 那你如果要開的話 跟各位講 因為是自由軟體 所以你又要再找另外一套程式 有支援SQLite的一個 最好是免費的 才可以把它打開 跟各位講 這個部分的話 我有在雲端上面 放一個補充的程式 在哪裡呢 在 最外層 雲端白板同一層 這邊有個補充資料 會有一個 叫做SQLite Browser 有沒有 點VIP的程式 其實這個免費的 你把它VIP下載解壓縮之後 他裡面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 程式你把它執行 在這裡 我剛剛已經解出來了 那你直接把這個SQLite的程式 打開來之後呢 上面有個開檔 你就可以用這個呢 找到哪裡呢 找到我們的 這個剛剛的那個什麼 根木木底下這邊有個 Live.db 有沒有 那你就直接開他 他就可以幫你開起來了 那你會發現 開起來之後 第一層就是Data Structure 你的資料庫的結構 有沒有我五個欄位 沒錯 那第二層的話呢 就是Browse Data 就是資料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總共的話呢 有A B C D 這個比較看得懂 那底下的話總共是 3272 那應該也是對的 那後面當然你也可以讓他執行SQL語法 在這邊下 OK 那表示說呢 我們理論上已經把資料放進去了 那下一個階段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查 到底 我住的附近 切到按鍵多不多 所以我需要一個查詢的系統 那我怎麼樣下查詢系統 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我們下一次再來看好了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特別之下我剛剛那段程式 是放在 一樣是 剛剛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裡 第三頁的地方 那中間這一段 其實我只有改 改這一段而已 就是切割有沒有 然後 把上面的那段放下來就好了 OK 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另外就是說我把裡面的car 改一個名稱 因為car是汽車切到按鍵的名稱 那我這邊只是改成那個 比如說改成這個lif好了 或者改成其他名稱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寫到資料庫裡面 那資料庫有點是一個什麼 蓄水槽啦 就是你假設你將來有點像水庫一樣 你要先放 你將來開水用的時候才有水 或者像個水塔一樣 那 也就是說呢 將來你要取用 你有資料庫 你才有辦法取用你要的資料 去做你後續的動作 包含就是說呢 你要做 這個 這個報表 做一些 統計分析 或者匯制圖表 那都會 大部分 都還是會從資料庫裡面取得資料 所以這個 資料庫部分呢 還蠻重要的 那如果你對資料庫這單元 假設不太熟悉的話 除了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雲南白板裡面 我是把它放在第五個單元 第五單元裡面就會有那個 剛剛講的像檔案跟 像串列 像檔案 像資料庫 這邊其實都有 之前的那個 上課內容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這部分不熟悉的話 也可以再參考一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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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